大家好,我是小高姐 今天做一个不需要揉面,非常快手的配方 中筋面粉 低筋面粉 糖 盐 泡打粉 这个是鲜奶油,脂肪含量是35% 这一个原料里面液体有了,脂肪有了,因为它里面含的是黄油 而且还有浓浓的奶香味 因为它不牵扯到软化黄油,或者是冰冻黄油的问题 所以你冰箱里放一瓶鲜奶油,随时就能拿来做,很方便 搅拌到看不到干粉就行了 转移到案板上,它会比较黏,所以多撒一些干粉 像这样稍微整理一下 擀平之前,再撒一些干粉 用一个切饼干的小工具 薄厚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你也可以用其他工具代替 这个是芝麻瓶子上的盖子 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切割 我给你的份量大概可以做12个小饼 放到预热好的烤箱烤16-18分钟 烤好之后它会膨胀 两边会是浅焦黄色 这个饼它的外皮是非常酥的 里面是松软的,吃起来后味很香 方法操作起来非常的快,比较适合早餐 我是小高姐,谢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集再见